动画分成两类 一类是原创作品 一类是有原作支撑的作品 有原作小说或漫画支撑的动画 经常会引发原作党与动画党的强价 但不可否认的是 一些动画甚至被认为是超越了原作 比如《银魂晋级的巨人》和《名侦探科男》等作品 日本动漫咪进行相关讨论 哪些动画超越了原作 1.1871721比27 月刊《少女演习君》是原作最好看 但由于是四格漫画 制作动画后变得更有趣了 声优也让角色变得更立体 2.1871722比13 所谓超越原作是一种很实力的说法 3.1871722 《零零晋级的巨人白熊咖啡馆》和 《昭和远路落语》心中的动画做得真的很好 动画有声音有图像 当然好看 也让人感动 4.1871723比59 不存在超越原作的说法 只能说有相成的效果 有原作支撑的动画 是因为原作者的宽容才会变得好看 5.1871721比59 《零零晋级》 不管是原作漫画 还是动画都很不错 作为的人而言 在看文豪野犬动画 是会为异能动起来而感动 6.1871722比21 重诗不仅是美术 还有音响效果 对细节的注重 都让人非常感动 7.1871721比32 我看过《冰果》原作 因为演出效果很有趣 所以更喜欢动画版 8.187 1810比46黑子的蓝球 原本的故事就很有意思 却隐藏在名作如云的一站里 就像施展了魔术技巧一样 当动画配上色彩后 画面一下子变得华丽起来 反而吸引人们去看原作漫画了 9.1871721比45 王抬头首振臂高呼 原作画风很粗糙 制作动画后让人容易看进去 节奏也控制得不错 10.1871721比34 《英雄学院》动画做得不错 背景音乐让人觉得很燃 连不看动画的人 都会在每周追动画更新 11.187180比41 感觉搞笑系的作品 被制作成动画后 都会变得更有趣 像《银魂学院救援团》 齐木南雄的灾难 和搞笑漫画日和 常常的台词说得很快 让人忍不住发笑 声優也特别有创造情 让人沉醉在他们的演技中 12.187180 《零零金兰高校男子公关部》 我超喜欢原作漫画 所以担心动画会做不好 没想到动画大大超出我的预期 可以说是奇迹的最高杰作 现在也认为 这是一部可以安利给小伙伴的经典动画 13.1871825 零七宝石之国 动画加上颜色后好美 感谢这部作品能做成动画 14.187 1723比59 《陈希公主》 动画做得非常棒 我认为已经超越原作了 声優也很符合角色形象 我被美好的画面所感动 15.1871825 零八回雨幻想的格林姆加尔 配上音乐后 画风变得很柔和 声優也配得很好 让人十分感动